我跟雕刻的接觸是從小時候開始來講的 因為小時候爸爸媽媽在這個地方 搬去我們的山那邊 養放山雞 我都搬去那裡了你知道嗎 他說閒小的時候 你下課的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會找東西啦 我們烤油要找啦 一些石頭樹木你知道嗎 就會敲敲打打你知道嗎 本來就有那種興趣啦 哥哥和爸爸都愛外購 尤其是我哥哥 他不說好美術師出來 他說他那時候 剛好我阿杰在山雞 有一個朋友送十七把的雕刻刀 他就知道我愛避難避塞 在山雞專工拿回來送完 你知道嗎 三月之後就開始就 激起我那個雕刻那個念頭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說老師啦 或是說師傅在跟我們教導嘛 那就是還在國小嘛 練國小的時候 那就是 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 有作品出來啦 那就是那個不能看 你知道嗎 那到 國中的時候你知道嗎 我一個同學 他們的阿杰 他 是你拿那個 日本雕刻 我們說 日本人 隔間在用的 那我就跟他探討 他那個 叫他拿一個探討 他要教師 那時候說 他回來跟他拿一個 說 你知道嗎 就答應我 我說 這樣喔 等我國中也比了 我是來向你教師 就 今天 畢業 我明天早上就去 跟他當學徒上班 你這樣 連續 你這樣做幾個小時的時間 那就是 自己就不滿足 心理就不滿足 因為 有時候人都是 手高眼低 眼高手低 所以 有時候 要 突破自己 那個想法 的觀念 你知道嗎 所以說 我在另外拜託 朋友 我就說 你能找到 有更厲害 就是說 很廣泛的 那些細工 可以介紹我實際 剛才朋友 三公司說 有一個有一個 你知道嗎 那些屏東 蓋在我們家裡 他也 聖剩 補得好 我第一個細工 是讓他聖剩 剩基傳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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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過年 去了 翁生 第二個細工 這個樣子聖剩 就是 蔡共鑫 他是 在做廟 放廟裡面的新房 所有的那些雕獻 我還要去學雕獻 學 學黨 在他做 我做幾個黨 這到 這邊 退後回來 帶我小孩 一樣 反正也是 離他去做 三做四做 還是不滿足 你知道嗎 因為 你正統 做法 跟歸彎 我都一直想把它跳脫 你知道嗎 所以說 當時 因為經濟狀況 也不是很好 因為還有沒有兒子 要吃飯 你知道嗎 剛才好 有我們哥哥 那個 他 美式系的 貨幣高中的一個朋友 給我介紹 要不要到那個 人家的工作室去幫忙 還不知道 給我介紹 那個 那個 我們家醫師 在做交職頭 那個高知名 高老師 那 去做完工 那 土坯 那個原稿 所以 那我只 好不容易 哀了一年 我實在 老師講 對高老師也是 很不好意思 一生是 想跟他幫忙 到底 啊就是 我有自己 我的想法 跟 那個方向 所以說 一年後 你知道嗎 我跟他爽約了 就是說 我回來自己 創作我自己的 目標 目標的工作室 那時候也是 因為剛才哥哥 在台北 我大哥在台北 他一生 太平洋 那個廣告 那個 太平洋芳屋 他一生 他做成功 從小小回來 到家鄉也是 想創作 我們兩個 提前就說 不然我們兩個 創作一個工作室 你知道嗎 所以說 我們第一次的那種 展覽就是 剛才校長所看的 這本 石木雕刻 專輯機器 這本 提前就這樣 當時 在棉花小城 成一工作室的時候 也是 很艱難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就買了 二十桌 買一張二十桌 那種 貨櫃屋 就放在 樹蔭底下 你知道嗎 人家在那裡 開始就 搖搖搖搖 你知道嗎 一生 樂在其中 就 包括 展覽 比賽 什麼 那幾年當中 都是蠻順的 有些前輩 老師 都 不認 教師 來指導 我們這裡 更有信心 在 藝術界 來打拼 大概 這個過程 像這樣過來 談起說 如果說 雕刻人 人生規劃 老實講 因為 畢竟 這是 我的興趣 因為最近 可能雜誌比較多 因為 參與一些社會的活動 所以說 稍微有一點 慢下來 從創作建國民慢下來 建國民是 可能我再 要再更加 能力一點 因為 畢竟 我這邊這裡 還是 我還是 把他回歸 放回來 我自己的重心 就是說 在雕刻上 我雕刻上的方向 我大概 就是 以人物 和我們生活周遭 一些 所能見到的 平常的 花植物 昆蟲 都是我創作的 題材 大概 比如說 比較謹慎的 什麼 其實 我的創作 比較會 比較隨性一點 那個方向 比較廣泛 大概就這樣 剛剛一生在 七花比賽的時候 是 哥哥 我大哥一直鼓勵 剛開始的時候 我在那邊 工作室裡面 有一件 活手瓜 那種 雕刻 剛開始的是 剛才我們嘉義士 有一個 陳先生 他 有在我們 他 創一個展覽室 你知道嗎 他鼓勵說 他既然你的作品 比較跟人家不一樣 你知道嗎 是不是要拿到 他們的展覽一下 剛好 那時候 剛好 剛好 台南的新年文化中間 藍營獎去比賽 你知道嗎 他還看到 那些資訊 你知道嗎 他說不叫我們來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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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不叫拿這個來就好 你知道嗎 就這樣把他送去 你知道嗎 他送去 那時候 雕那個活手瓜 是比較一般 他可能在雕刻界 的方向 比較不會這樣做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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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那個 評審 他的青睞 他說那時候 很炫耀 你知道嗎 我就去那個地方 去那個 藍營獎 以前 去鐵的這個藍營獎 那時候 應該是要感謝一個 陳老師 陳春梅 你知道嗎 他 他是在做那個 鐵仔的條件 你知道嗎 他蠻欣賞 我的作品 還有 他還到我的工作室 來給我鼓勵 希望說 我再繼續努力 再創作 他說 那個洞 那個洞裡是比較辣的 後來 他就繼續在台南市 台南市 後來就開始 激發這個興趣 你知道嗎 就上台南市 台南市很幸運 你知道嗎 他做一家 那個 甲蟲 撒一顆球 你知道嗎 就推我 題目我給我 就推 你知道嗎 在南獎 一勝好戰勝 那時候是稱為 虎城獎 台南市虎城獎 那很幸運 又得了 一個首獎 你知道嗎 啊 所以說 就 得獎 有一點獎金 所以說 會幫助 家裡的生活的改善 他說 後來又 就繼續 陸陸續續 你知道嗎 參加高雄的路線 啊 還參加 再來 三葉的 全國木雕 也很幸運 也得了 前三名我都拿到 兩年 兩年 第一檔我就拿第一名 第二檔我就拿 第二名 第二名第三名 其實 我的機會是最高的啦 因為一般說 這樣對人家好像 說不好啊 所以說 這麼想要他們 說給我第二名 到第三名 兩個名次啊 因為我三年走去 也有兩件作品嘛 那都是被他們在電廠 所以說 在三億物料板裡面 有三匹 我會做賓 那時候 當時好像是記得 那個館長好像現場 你知道嗎 他說這樣啦 林浩斯你看我 你看我沒... 你不要逼了啦 啊來 來 要請這個展 像這時候開始 嚕嚕嚕嚕嚕 我大概台中啦 啊 我們嘉義啦 台南啊 啊 有好幾個地方喔 我都去辦 各個展 尤其是嘉義市 我辦了好幾次啦 你知道 嘉義市嘉義縣 因為畢竟是自己的地方 像剛才在講 繞高級的意思是 剛開始的是從嘉義式比賽開始 嘉義式的地方培展 地方培展好像只有嘉義縣市 剛開始成立工作室 第一件作品是 我抓一件泥 泥式的泥 是一個千年發一種工 明天發一隻鍋牛 在對視在泥視 剛好那時候好像也是得了 以前沒有什麼所謂 說什麼前三名 以前是說第一名就是悠閒 所以激發到 我創作比較比賽的心態 所以後來就是陳先生 他就剛好幾位有藝人 去那邊展覽 然後剛好剛好 去接受藍領獎的資訊 他就開始他上 比較大選的全國性的比賽 那時候台南市也得獎 台南線也得獎 甚至到台北市高雄 還有山藝 所以一直下來就是 後期就比賽我就比賽 我老實說 是我最愛的一部分 因為畢竟是小時候 有一個志願 以前都想說 我的同學記得 以前 打掛掉的時候 我以前是一個 楊老師 那個 楊淑女楊老師 那個美術老師 你知道嗎 他跟我問說 你以後想當什麼 那時候放小孩 沒問題在面背上 跟他說 以後要當藝術家 哈哈哈哈 其實也是說 很幸運 我的太太 很多這些小孩 因為畢竟 都很高幾次 所以說 你說我人生規劃 其實能說 我是照著很自然的方向在走 也沒有說很刻意說 要把他規劃到什麼 但是我會帶你應該 如果說這些 現在社會上接觸這些雜誌 如果一個到一個階段 你知道嗎 我可能會 再整理一些 比較新的作品 比較舊的作品 可能會辦一場 比較大的展覽 做一個 做一個 比較 上年級的一個 一個展覽 一個回顧展 大概會就這樣子 其實我以前 我喜歡挑戰 你傳統的一種 做法 包括我現在做人物 做一些 我的手法 其實不是我以前的 老師教我的 我自己去摸索 你知道嗎 包括我還用到 比較細微的工具 就是用到牙科 技工的東西 你知道嗎 來複製雕科 因為你 甚至說 黃洋鋪 要撐得很高 我相信 你說 你說 幾乎它快透明 透明度 還不破 還存在完整的 你一定要靠 比較先進一點的工具 來製造 那這製造 那這製造 傳統的工具 你知道 做不來 我的體驗到新的 後來也有很多人 來我請教 我跟我也是這樣講 你包括一些工具的改造 它不是你 一個傳統工具 你不知道要做 用現代工具 來把它轉換為 雕刻的那種 那種 那時候 當時的時候 齁 我就去産醫 因為産醫 他是那個 我們台灣雕刻的重鎮 那時候說 他用的工具 包括他的資訊 應該會比較快 所以我就去 去找朋友 去聊天 甚至去跟他親交 你知道嗎 當時的時候 我去 原意介紹 他剛才 很巧不巧 有一個是 他是平人 但是他以前 沒到過家裡 有來家裡有 沒到過 你知道嗎 啊 我是憑個想像 是說 譬如說 我老師 你老公說 三個更換二三個 你能夠去找他 真的很幸運 我去找到他 你知道嗎 他就在割園 你知道嗎 菜仁虎 他也很客氣 人真的很高興 我問什麼 人也不肯 你知道嗎 這個 家事頭 或是說 政府要怎麼改 什麼種種 你知道嗎 他都跟我說 但是他也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你自己去 研發 所以我現在 會用比較現代的工具 也要感謝蔡先生 我後來就是說 因為 展覽 還去看的人 比較先進的東西 因為我知道說 那種東西 根本 不可能說 用傳統的工具 雕刻刀能夠做出來 你知道嗎 後來就是說 再去請教 再自己摸索 你知道嗎 到最後 我去想到 那個 牙科 寄工人裡面 一些那些工具 那種東西 誤打誤撞 真的還可以是可以用 啊 還有 甚至我用到牙城 牙城裡面 工具裡面 一些那些 鮮酒鏈 種種 你知道嗎 所以他在那裡 後來 有遇到那個 我們做那個高雁 那個吳清吳老師 那也我們改的 大概 我就 跟他閒聊 也跟他請教 因為 吳清吳老師 他什麼算是 這個高雄酒的 他 他 他真的 可能 雕刻界 可能 這第一人 你可能會超越他 可能 你做信義裡面 可能 要他超越 可能沒有辦法 那時候 我們是說 我們要向他 請教 剛才那個 一年紀委 他就跟他人 你知道嗎 他在北部 他在展覽的時候 你知道嗎 大概就會 把我們集點一下 會收一兩多 在那個 我讀藍英將 那一間 明雅 老實講 是我最 算可以 是最喜歡的一件 但是你說 所謂的 獨喜歡的一件 其實 永遠都是 希望有第二件 所以說 也沒有所謂第一件 跟第二件 這也剛好 誤打誤撞 因為我在工作室 你知道嗎 我們都 種火手瓜 本來是要遮陰 遮涼 遮涼 你知道嗎 大了的時候 你要吃不去吃 他生很多 斑放在那個部爺 你知道嗎 那個動作 你知道嗎 那時候 這個idea 好像不錯 就開始 開始做 所以生活做早 你看到的東西 我的工作室 那個工作室 旁邊 暗室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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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有接觸一些外面的資訊 你知道嗎 所以說 我有一種 架構 幫他連結 這個 我就是因為 我上阿里山部落 裡面 去那 雕科 你知道嗎 啊 山頂的朋友 送我 這是 是保育類的 那是 我們 透過牙種的 那些千色水道 要送我去 你知道嗎 我就 心血來炒 牽涼了 差不多一個禮拜 就是了 啊 完全正常之下 你知道嗎 啊 中間 他有一個外號叫 電靈 你有七義性 你知道嗎 你現在 包括你穿的衣服的顏色 他會記得 啊你穿的人跟食材的人 他叫聲不一樣 所以這這很特別 嗯